从洛克开放以来有很多的公车司机都跑去当游览车的驾驶 因为有佣金可以抽 这也导致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公车司机是年年缺人 现在公车业者总共出缺大概有两千多人 也开出了高薪要争裁 每天上班八个小时就有四万块钱的底薪 而且也不需要开大客车的经验 希望能够吸引小黄温奖跟货车司机来投靠 固定时间到班上班还得穿制服 讲究服务的市府公车规矩多 离不上游览车司机可以游山玩水还能抽小费佣金 挡不住大举挖角市府公车现在好缺人 为了抢人公车业者开出保障底薪 就算没有经验也欢迎 上班时间大概八个小时左右 我们公司的待遇大概有四万块最基本的保障 11家业者有将近两千个缺额 按照路线不同底薪在四到六万之间 打破以往需要一年经验的基本要求 要向继承车问奖跟货车司机招手 信任大概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信任完以后 经过监理机关的考照 只要合格取得职业大客车驾照 那各业者都会真的要 第一批问奖已经截训全被订走了 因为缺额太大 业者跟劳工局还考虑加码 要提供职讯期间的生活津贴 让准司机连受训都有薪水拿